开创性的推行民警驻县制工作模式 2011年3月份开始 铁路工程公安局在辖区铁路 轨道交通线路施工县场 推行责任民警驻县制 着力提高施工县场的舰警率和管事率 推行民警驻县制以来 铁路工程公安局在各施工县场设立警务工作时 每条施工县路确定一至两名驻县民警 和一名专职协警24小时驻守施工工地 开展群众工作 掌握社群民意 化解社会矛盾 监督检查和指导辖区单位 做好治安防范能警务活动 另外 为方便群众查找驻县警务工作时 各派出所在施工工地及周边地区 公布了驻县民警照片和报警求助电话 并在显著位置悬挂驻县民警为您服务登箱 接着目前 铁路工程公安局驻县民警 通过与辖区单位内保部门紧密合作 共计核查外来务工人员2万余人 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25起 处理各类违法案件46起 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8人